嗨VOGUE的朋友 我是茉莉 歡迎來到我的 小天地 來追我 沒地方跑了 這一櫃呢就是所有我的鞋子們 大家看到這雙鞋 就是那個時候我去 Tommy Hoviger的秀 然後我就穿著這雙鞋 有一天我的粉絲就跟我講說 茉莉 你出現在Gigi的那個Instagram上面 我想說什麼 結果害我點 就是這張照片 有沒有就是那個鞋子 大家是不是覺得 只不過是腳而已 我知道這沒什麼 但是我就是很開心 這雙鞋子啊 是我第一雙就是買的精品鞋 就是Christine Louboutin的紅底鞋 我穿著它就是在巴黎鐵塔 就是拍了一個很浮誇的一個 拿著氣球 穿著婚紗的一個照片 結果那張照片後來就被 Christine Louboutin選上 發在他們的Instagram上面 再來呢 好這個一定要講 來 這雙 這雙Fendi的靴子 好像可以 跳水秀的靴子 這雙呢 也是我的一個大戰靴 它非常的難穿脫 它旁邊是有彈性的 然後你就要這樣子 拉 這樣子拉 然後 這樣子拉完之後咧 慢慢這樣 好 我現在穿上了對不對 好然後我們現在來拖 首先你要先往下 然後很用力 再來就這樣 用力的拔 天啊 我本來覺得 我很像在伸展 你就這樣很用力的拔 再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真的懷疑就是有時候 就是後台走秀的model 要很快換衣服 到底是怎麼換的 不會啊 我愛無時無刻的自己啊 每個時刻的自己 都有不同的故事跟經理嘛 那我覺得胖的時候 當然我還是會喜歡買鞋啊 因為剩下鞋可以買啊 對啊 所以 我的鞋櫃裡面有很多size的鞋 我從生小孩之前是38半 然後呢 一路穿到41 後來現在又回到了39 這樣 就是生小孩有大 腳有大 然後胖也有大 所以遇到好穿的鞋子 我就會買兩個原色 這兩雙就是那種 買了不會穿 但是就是收藏 這一雙啊 是我們員工旅遊的時候 我們公司員工旅遊 但沒有我們 就是只有經紀人們 然後他們說這是員工旅遊 沒有我們 他們拿著我們的錢 好不抱怨 反正他們就去巴黎 然後呢 他就傳來說他們在哪一家店 我就看了之後呢 我就身心不滿 我就說 不管你幫我買這雙鞋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到現在還沒穿過 這一雙一定要好好來介紹一下 這就是 全台只有13雙 很好的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所以非常的珍貴 然後去被我對外裡賣 就非常的珍貴啦 真的很棒 然後像我的鞋真的非常的多 因為有一陣子 我的體重已經太重了 所以呢 主持節目或上通告的時候 我只能穿平底鞋 然後就有各式各樣的平底鞋 這一雙也是我在胖的時候買的 非常的大 因為它已經大到這樣子有沒有 對啊 所以說我現在各式各樣的鞋子都有 嗯哼 這就是我鞋櫃的部分 這邊 哎呀 還有更多 這次我們去馬爾迪夫 我有帶到我的婚鞋 對我來說這鞋子很有意義 因為那時候他們有刻我們的名字 它很亮 然後很配那種很華麗的洋裝 或者是晚夜的禮服 我覺得都可以穿它 這一款 大家這不是包裝 我第一次拿到它的時候 我也以為 欸這個 這個可以拿下來了嗎 然後後面呢就發現 因為這個是Spring Summer的 這是雨鞋 然後它又很有它自己的設計感 我就覺得 好酷 超級bling的 這是那個GZD的 手工香鑽的高跟鞋 是顏阿倫送給我的婚鞋 謝謝 謝謝阿倫哥 然後我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就穿著它 但也就穿著這一次而已 就是還沒有找到其他場合可以穿 所以它就一直 讓我像個寶一樣供在那裡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 帥吧 而且我的為什麼有老虎呢 因為我是虎媽 因為你是母老虎 他原本先說送我 然後買了我的以後 他就日日夜夜也思念著說 欸我穿是不是也很好看啦 我覺得我應該也要去買一雙 隔天嗎 隔天就馬上去買了 好進入到了鞋櫃區 這邊呢是我另外請設計師幫我設計的鞋櫃 因為我鞋子實在太多了 我就是一個蜈蚣 就是那個蜈蚣的笑話嘛 就是那個蜈蚣要生孩子的時候 醫生就會說 啊 腳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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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伸 一直伸 好沒事 就只是一個小bonus 所以我覺得很多鞋子 就設計一個鞋櫃 然後在鞋櫃之上呢 我有設計一個小小的帽子牆 因為現在是夏天 所以我就把很多可愛的草帽就這樣掛出來 好 第一個鞋櫃我就放比較多的是平底鞋 比較多的都是會用一些跳色的 你看橘色配藍色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子特別好搭 像這個就是雞皮的黃 然後配一個很特別的一種紫色 這個是一個台灣設計師的牌子 然後呢你可以自己選顏色 譬如說選這個鞋型 然後你這邊想上什麼顏色都可以上顏色 我就說我想要黃色然後這邊想要藍色 就上一個我自己想要的顏色這樣 厚底鞋的天下 我非常喜歡日本的一個牌子叫做TOKYO BOPPER 然後他們就會變成是很好配我的各種衣服 因為就是我覺得很百搭 我今天這樣穿也可以配這個 今天這樣穿也可以配這個 這個VANS它出的一個超級瑪麗的一個鞋的圖樣 這雙我覺得很特別是因為呢 它原本不是厚底 但我真的太喜歡穿厚底鞋了 所以我就拿去加厚 不是那個姜蕊的加厚喔 有一個人拿到 哈哈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道歉 找某人家人友好 我的背裡擠點一條 聽你說少年的時候你我演到 吃好吃壞 還在去去找 沒有了沒有了 這一雙必須要炫一下 這雙我是在MiuMiu的他們的IG看到 他們展示的這雙鞋 然後想說天啊太好看了吧 就發現說台灣沒有進這一雙 那我想說好那 當時我就跟他朋友在西班牙的婚禮 就是西班牙的MiuMiu為什麼有沒有這雙 結果他們一查發現 整個歐洲只有法國的蒙蒂卡羅 有兩雙38號的 所以就派了朋友 把這雙38號的找出來 再寄回台灣 來 香香 這雙很美的古屈鞋 然後這個也是配一些 復古的Vintage的洋裝啊 或是那種可能高腰裙 就很可愛 好這個是我也另外的厚底的 這是馬丁跟Lazy Off聯名的 也非常Cute所以我也把它擺在外面 在最左邊這邊呢就是七彩霓虹燈鞋 不同的衣服然後不同的企業 就是我自己會實心想要這樣子打扮 好的 魔鏡啊魔鏡 誰是這個世界上最會買鞋的蜈蜈呢 就是我 那其實私底下的我都是穿平底鞋 因為呢我現在真的踩不住高跟鞋 我只有在工作的時候會換上高跟鞋 先跟大家介紹小香跟飛董聯名的鞋子 塗鴉鞋是不是很可愛 你看得出來我在幹嘛嗎 我在模仿飛董 不是那個飛董啦 剛剛那段剪掉OK 再來呢就是這一雙 這時候我看到它的時候呢是在日本 然後我一看到就天啊這個 羹也太美了吧一定要買回來 然後也是非常好搭配衣服 尤其它就是純白色 但是它有點小 所以我每次穿著它工作的時候都很GIN 但它真的穿上去呢就是你的腿型 就突然瞬間變得好長好漂亮 所以我還是常常會忍痛穿著它出席 接下來這是我畢生的摯愛 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從世間前它就跟著我日曬雨淋被車裝 它跟都已經換過了 因為我太常穿了 所以摺準率很高 但是我到現在都還捨不得丟掉它 因為我覺得它對我來說非常的有經驗價值 而且它的皮革非常的軟 穿上去呢你也覺得腿型瞬間變成林志玲 然後就有180的高挑身材 嗨 歡迎來到我個人最愛的空間 在我的後方這一個區域呢 也就是我的所有各大品牌的鞋子都在這裡 當然這邊啊不只是我自己的鞋子啦 某部分也有張先生的鞋子 我根本就是愛求鞋 愛平底鞋勝過於一切 然後在這些區域裡面呢 也有我自己一些 比如說近期購買的一些鞋款 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一次也是存錢買的 就一個貴桑桑 可是我覺得它實在是太好看了 這雙LV的鞋子 它穿起來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時尚 你知道大家知道 Jordan這次有出女生的系列嗎 然後這雙也是我人生的大愛 因為我覺得怎麼可能會有鞋子 可以出到像這樣子高筒又像靴子 但它其實是球鞋 所以它本身的亮點就是這個啊 然後這個呢也是剛剛我所提到的 Jordan的最新的女生的系列 然後還有這種經典的 然後還有這個 其實我裡面還有一雙就是 很可愛的彩虹配色的Jordan 還沒有拿出來 然後這邊呢就是這一次最新的愛迪達 這雙也很好穿 好啦基本上呢來到這裡的 就好像是在逛鞋店的概念 沒錯你就是在逛鞋店 只是這些鞋子都是我的 我自己就是砸重本 那這邊呢就是我每次看了 都會覺得很幸福的區域 分享給大家